哈囉 各位牛新聞的讀者 大家好 又是我哈雷蜜 我每天的行程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滿 所以這次的週末挑戰 我就決定要來做一本屬於我自己的首帳本 那我們現在來到的是禮拜文房具 據說是很多文青愛來的小店 我剛剛有看到很多可愛的小東西 今天的預算只有500元 所以我要很省很省的來花它 我最後決定要挑這兩個紙膠袋跟六個印妝 而且這六個都是很實用的圖 我覺得我可以很常用到 但我現在有點害怕超過500塊 我來請店員刷刷看 那是456元 456欸 代表我還可以再挑個印妝啊 那是506元 欸是506了 那我把它放回去 那手帳門封面 如果你一開始覺得好像很沒有ID 而不知道怎麼做的話 我建議啊 你可以從最基本的開始 就是你可以找你身邊有的材料 比如說報章雜誌啊 或者是一些傳單 就可以從上面剪下你喜歡的藝人 或者是一些可愛的插圖 它貼在你的封面上 如果你在貼這個東西的時候啊 因為你手都會弄到黏黏的嘛 所以啊你可以拿一個不要的硬紙板 然後來這樣子把它刷過去 你就會貼得比較平穩 然後又不會讓你的圖案啊 被你的醬糊弄得髒髒的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畫什麼的話 你可以畫很多 有點像纏繞畫風格的東西 就是你可以畫很多線條啊 重複的圓圈 重複的幾何凸心 它就會讓你的塗鴉 變得看起來很厲害 但是其實很容易 而且直線不要用齒畫 因為用齒畫就沒有手繪的感覺 就是要有一點歪歪的才可愛 依照你現在貼的東西的主題 然後來畫想畫的東西 那如果你很怕畫錯的話 其實你可以先用鉛筆 描過之後再上這個黑色的鉛字筆 那我現在呢 就完成了我封面的 劉以豪跟小王子的圖案 如果你在家還有更多的時間的話 你其實可以再把旁邊都補滿啦 這樣做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內頁的部分 現在要做的是八月份的內頁 你讓你的筆 有點稍微斜斜的感覺去上色 上出來的線條會很...